是 你空我吗 女华 其实我不是一个 是特别善业 和女人表达爱情的人 如果这首歌 结束了 你还在这儿了 那我就会控制不住地问你 我怎么就忘不了你呢 原主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慈善的确是一件讲功德的事情 可是商场无战场的 我们的每一笔钱 必须用在工资的利益上 做生意 不是你们女人过家家呀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怎么考虑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花心思去搞一些这些 虚有其表的事情嘛 能陪我喝一杯吗 喝一杯吧 喝一杯吧 冷色不太好啊 是吗 最近睡眠不好 我还是要拿着 你给人选举 你准备很漂亮 谢谢关心 顺其自然吧 我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大itas 如果这次你落选了的话 那么 新的董事长 会掌控集团公司的 发展方向 到那个时候 你的所有计划 必须要停止处族 必须要停止中南 那我就不明白了 绿色世纪 是你一手辛辛苦苦 打拼下来的 那么你为什么 要让亲而易举 拱手让别人呢 还有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你 如果现在董事长 是个好菜之类的 他就会把公司 拖住一个 不可控制的亲切全国 当那个时候 美国赛团 等于你收购 暂且不提 但是我觉得 这已经违背了你当初 创立公司的初衷 你说对吧 初衷 在我的人生里 任何初衷 都是会改变的 也许 我一生 都一无所有 孤独终老 谢谢你的忠告 占董事 我 我会试着去爱你 你不要 guides我 我需要 脸 你更不需要失色的爱 今天我们的董事会 将举行新的董事长选举 下面有请袁梅花女士 还有宋董事 阐述一下对集团公司 未来的发展思路 有请 袁总 还是您先来吧 绿色世纪 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的前身是绿色之家和梅弄花糖 都是我白手起家 一步一步做到现在的 这个公司 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看着她一天一天地茁壮成长 我的心中 充满了感激和欣慰 我很感恩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有诸位的帮助 可以让她的身躯 变得更加的强大 让她的肩膀 变得更加的强壮 绿色世纪 现在在整个行业来说 成绩是傲人的 这里的功劳 归功于在座的诸位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希望绿色世纪 可以更好更强 现在绿色世纪 要走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遇到的挑战 也会是更加严峻的 所以我希望 我还可以带领大家 让绿色世纪走得更高更远 谢谢袁总 袁总的发言 很有感染力 也很激动人心 但是 在商场上打感情牌 是很不明智的 能让我们真正幸福的 是你的能力和实力 既然我们想重新选举董事长 就是要为了打破 目前这种不合适的经营理念 对 对 没错 在现在形势下 我们需要新的经营理念 用世界发展的眼光 带领我们走向更远更大的市场 我们组织会 永远都是从公司发展的角度 考虑集团的利益 而不是像有些人 只从自己的想法出发 完全不为公司的利益去考虑 没错 我很赞赏 宋董事 对公司提出的建议和希望 我也愿意 让绿色世纪可以走向世界 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但是 我们绿色世纪的立身之本 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 可以过得好 服务于他们 只有把他们服务好了 我们才可能更好更强 才有机会走向世界呀 我知道 在我之前的管理工作中 会有一些输楼 各位董事 如果有不满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呀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嘛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利益也是共享的 这个集团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所有人都是家庭中的一员 家人之间就应该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沟通 但是 我绝对不允许捏造不真的事实 我袁梅花做过的事情 不会否认的 但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承认的 看来袁总 您是在责怪我咯 宋董事 您对集团一直是费心费力的 对我这个董事长 也是颇有微词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可以好好携手 共同打造绿色世纪的红尾蓝图 对你对我 对于整个集团来说 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袁总的发言 总是那么充满了这个奉献精神 我们是商人 说得俗一点 就是利子当头 袁总是个女人 多半感性战胜理性 这可以啊 但是 我们集团 绝对不能随随便便 让感情所作用 那集团才是真正的干忧啊 没错 我就读问你 我就觉得老宋叔 对啊 对啊 郭龙四王三上十一样 就没有做钱这样 对啊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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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着说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好 大家好 稍安勿躁 小便 我们进行 会议的下一项 鸟人 你没有ảnh 都很自然 不愿意 你来说 那些人 downloading 你要帮我拿来 你去吧 大家停一下 今天我向我的财神总部 汇报了对本集团的审查情况 也汇报了今天 我们要重新选举董事长的事情 我在刚才接到芝加哥总部的来电指示 质疑该集团 再进行新一届的选举 怀疑你们的发展方向有所调整 所以决定 暂缓向本集团 投入五亿资金的计划 大家听我说 等新一任的董事长确定以后 明确了发展方向 再由亚洲首席执行官进行考察审核 汇报给总部 最后才能再做定途 就是这样 马总 这么大事情 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这重选董事长你根本没有必要 好 重新选举 无事而行 必须投票 下面我宣布一下投票的结果 袁梅花女士 以一票微弱的优势 重新获得绿色设计董事长的职务 大家宣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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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谢谢 留话 我要恭喜你 今天守住了公司董事长的职位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公司董事会 还有很多人 在暗中的支持着马超 所以 马超这个人 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威胁 以后我们 我也 把票投给了马超 为什么 你把票投给了马超 程董事 我有自由投票的权利 我只是遵从我的本心 投了这一票 而且我觉得 马超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 没话你知道吗 这些天我为了游说那些董事 投你一票 我连犯都不认知 今天的完美结果 有我的付出 有我的努力 你现在轻飘飘地告诉我一句 你尊重的人是马超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美方 你才认识马超多久呢 你就这么信任吗 对他的小文小会感恩待你 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爱上他 你胡说什么呢程游信 你这么说 不仅侮辱了人家马超 还侮辱了我的人格 你都这么维护他了 你还说你跟他没关系 你以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你爱的人是我吗 怎么 你现在碰到心的男人了 就把我多一边了 那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 做的那些 都是那些演戏对吗 两年了 我一直在呼唤你的爱 我一直在用我的爱 来安慰着你 照顾着你 我希望我用我的爱 来唤弃你的回忆 但是我的爱 在永远没有回应的时间里面 慢慢地消退 我失望我痛苦 我无法接受一个 没有回应的你 所以我决定 我放弃你了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知道吗 我已经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也想回到过去 但是我脑子不听我的释怀 知道吗 你对我的关心还有差吗 让我泪不开没有 到现在那时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但是 如果你今天告诉我 你爱的人是马超的话 我可以退出 而且我可以祝福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是啊我生病了 我病了也都这样 对你病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那个程友欣了 你看看你现在心胸狭爱的样子 一定也不是我爱的那个 分柔大度儒雅的程友欣 你忘了 以前那个程友欣怎么就消失了 那你跟我吵什么呀 是应该 是应该马超喜欢我吗 还是应该看到我们俩好 所以你不高兴了 你没什么不高兴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不爱我 你还不允许我爱别人吗 你说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 以前的事 那都是我的错 是我自不量力 想找回以前的程友欣 现在我清醒过来了 我希望 我们还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郭老大 你这么着急 喂 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绿色市场的当家 还是北平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是跟我说万目一时的吗 刘总 我把计划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牛超 你为什么不按原计划进行 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总 凡事都要循序见见 做大事呢 是急不来的 你看看 现在川小夕还在里面的事 只要他在意 对于我们之后的 他就是一个阻碍 所以 我们一定要稳扎稳党 一点一点 来瓦解他的事 你说对吗 好 我明白了 但是马超我要提醒你 我才是你的老板 我发现你办事 以后不允许你擅自改变计划 知道了 马超 事成之后我不会回待你 好 那就先谢谢 牛超 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我期待你的加一 好的 牛超 喂 梅花 吃饭 你约我当然有时间了 来 回来 梅花姐 哎哟 小王来了 太好了 哎呀这小红衣服穿呢 让我们这儿蓬蔽生亏呀 你别说我啊 哎 有正事找你呢 你们部门这个月的账还没报吧 赶紧抓紧时间把资料整理得好了给我 不然过几天其他部门都找我们财务市去了 你们部门想再来报账了 可就排长队了啊 不是说那个投资方向没有确定之前 不报吗 到月底再说 那都是钱给烙的 谁不给自己留一手啊 你没听说吗 五个亿可就要来了 跟五个亿一比 这点小结算什么呀 冷了一世 试一试 我可是知道消息 马上就来告诉你这个亲爱的密友 五个亿 别激动 我还听说 马总在董事会上讲 等选举结束以后啊 美国财团那边 就会把五个亿的资金投进来 到时咱们公司啊 可要赚大钱了 好了 好了 我走了 五个亿 啥 五个亿 五 五个亿 宝宝 梅花 五个 五个亿 我们急于 花卉基地 扩建计划书 来给你 给你 好了 你director得 但是计数车子不错 感觉比走路快多了 的确是很快 最主要的是还能锻炼身体呢 看得我都心痒痒的 很像买一辆这样的车了 这车骑得多骚骚 可以啊 你也可以考虑来一台 小念 对了还没恭喜你呢 恭喜我什么呀 你小姨连任公司董事长 这是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对我来说 我小姨连任公司的董事长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是她理所应得的 我今天请你来呢 主要就是为了感谢 你在董事会上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莲花 你不用谢我 我这个人一向公司分明 你连任公司董事长 才能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我投你这一票呢 也是为了替公司着想 再说了 你比谁都清楚 我相信你 更相信你的能力 你可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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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 我还是一个事业和家庭 都很失败的女人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梅花 但是过去的 终究是已经过去了 我一点也不在意 我在意的 是现在 此时此刻 终究是 对了 但你认识了这么久 还没有听你说过你以前的事情呢 对了 你确定你想听的吗 我确定啊 服务员 我本来以为听到这一切的 应该是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了 我的父亲 是一个美籍华人 来华工作不久后 认识了我的母亲 他们两个 相知 相爱 没过多久 就有了我的哥哥 一家人幸福美满 三年以后 我就因为工作的原因 调回了美国 说等他安顿好以后 会回来接我们 可是他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当时妈妈怀了我 五年后 也就是我五岁的时候 我的妈妈 带着我们兄弟两人 费尽了千辛万苦 去到了美国 找我的父亲 你该吃药吧 你该吃药了 那最后你们找到父亲了吗 那最后你们找到父亲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通过父亲的一位朋友 我们辗转的联系到他了 我永远都记得 母亲站在烈日之下 等那个朋友等了整整一个上 后来在朋友那儿听说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既然是芝加哥银行的一位行长 一颗下而知 他拥有多少的财富 妈妈当然也很开心 这样 至少以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了 让我们 再也不用在那个 全市叫骂声的市井平民区里生活 你的母亲 真的很伟大 是她用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你的命运 你想啊 如果没有她 站在烈日下 那一个上午 你可能现在还在过着 庸庸碌碌碌的生活 也不会有今天 成为集团代表的荣耀 和风光 我真的很深深佩服你的命运 生活是开变了 可是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童话故事 龙心的背后 就是黑暗 还有痛苦 那个男人他有家 什么 他在来到中国之前 他就有一个家 而且他有一儿一女 他骗了我们 他有家 他为什么要抓着我们 为什么 他怎么会有你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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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忘了 可是你偏偏要来招惹我 好啊 现在我动心了 我想陪着你 去找属于我们以前的记忆 你 可是你却不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那么轻易地放弃 我一直被认装 你为什么要的 你为什么要我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成功 你怎么能做 你为什么要我 我为什么要是你 我为什么要是你 我还在短重 你为什么要你 你为什么要你 少喝点 也许 你父亲是有什么苦衷呢 或许 他其实很爱你的母亲 还有你们兄弟俩 苦衷 他有家庭 他有什么苦衷 他之所以跟我的母亲结婚 无非就是想调剂一下 他乏味的婚姻生活罢了 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的母亲带着我们 绕过了半个地球来找他 他的家庭 是别人眼中的无好家庭 他自然不会接受我们 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我的母亲 他要求我们立刻回国 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当然了 这个男人 唯一给一笔绝合的金钱 让我们以后的日子 可以过得衣食无忧 无忧 他以为有钱 就能弥补他的过错吧 不可得补 然后呢 你母亲接受了吗 我的母亲 是一个非常倔强 要强的女人 你身上 有我母亲的影子 是那种天塌下来 也绝对不会在那个 胡心汉的面前 都下一滴眼泪 这也有一些 我母亲 很骄傲地甩回给那个男人 你的母亲 真的很让人骄傲 不过 不过 他一个弱女子 要怎么抚养你跟你哥哥呢 我很知道 一个单身女人 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在我们亲战里聚会的情况下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把我和哥哥送进了孤儿院 他告诉我们说 他一定会回来亲我们 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回来 那个时候我还小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死死地盯着窗外 等着妈妈回来接我们 哥哥比我年长一些 他好像知道着什么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就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陪我一起等妈妈回来 他骗了我们 他骗了我们 他没有回来接我们 他就让我们愿意呢 他也想着急 breakdown 他也想着急 recovery 你不让你 离开 啊 还可以 你不让我 帮他 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母亲不会回来了 可是我不相信 我在孤儿院盼了一天又一天 我每天早早地起来 看着太阳升起来 妈妈都回来接我们 我们兄弟两个人 不想以为别 哥哥成了我的天 我的依靠 但是 在孤儿院的第二年 哥哥有天突然不见了 孤儿院的兄弟告诉我 哥哥被一家家境很好的人给利养走了 我的天彻底崩塌了 我变成了凌夫其事的孤儿 我变成了凌夫其事的孤儿 我孤独的时间太长了